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 前一段时间,硅谷顶级的VC机构A16Z的创始合伙人马克安德森 接受了俄裔的美国计算机科学家 也是著名的播客莱克斯·弗利德曼的专访 我大概总结了一些精华的内容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原视频很长,大概三个多小时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马克安德森已经投资科技公司大概20年了 他觉得20年来的一个重大转变 就是科技行业曾经是一个工具行业 基本上从1940年到2010年 几乎所有成功的大公司都是卖工具的 俗称也叫卖铲子的公司 比如说PC、数据库、智能手机 都是那种人拿起来就能用的工具 但是从2010年开始 大多数的赢家公司就开始通过做应用 也就是在现有的行业里边去创办一家公司 然后直接为这个行业里的客户去提供产品 早期的例子有Uber、Lift和Airbnb 而且这种模式现在发展的越来越复杂和精细化了 实际上AI就是这类模式的一个反转 因为大多数的AI公司是在云上为其他人提供一个 基于AI的API接口服务 他认为大部分的钱还是可能会投在AI的应用领域 比如说AI的财务顾问 AI医生或者是AI律师之类的 或者是任何领域里边的这种东西 有趣的是 硅谷现在什么都在做 企业家们布局了每一个能够想到的想法 因此会有公司去做一些会被大型律师事务所所采购的AI工具 类似于这种土币的企业服务的工具 然后也会有其他的公司直接进入到消费级的市场 比如说面向律师的AI的APP 当问到对于下一个超级成功的公司 比如说像谷歌苹果推特这样的新的巨头 马克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 他就笑笑声说所有真正伟大的创始人 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不接受任何建议 所以如果你发现自己正在听建议 也许你就不应该听了 然后他提出了成为成功创始人的三个因素 分别是超级聪明 超级有活力 加上超级有勇气 前两个是属于创始人的个人特征 而第三个是他个人的选择 因为勇气是一个面对痛苦 有多大承受能力的问题 或者换句话说 就是在放弃之前你愿意被打击多少次 还有一点是一个创业公司创始人 最容易被大众误解的地方 就是人们总是把创业这个事 浪漫化 即使他们失败了也被浪漫化 人们会说 你看这是一次多么伟大的冒险 但是现实的情况是 大多数的时候 人们其实都在对创始人说不 通常人们还会接着表示你很蠢 比方说人们会说 不 我不会来这为你工作 我不会离开我现在轻松的工作 我不会买你的产品 我不会写关于你公司的各种故事 总之就是各种的拒绝 所以大部分创始人不得不做的事情 就是要接受习惯被打击 而人们之所以不理解做创始人很痛苦 是因为当你是一个创始人的时候 你就不能表现出你的痛苦 否则人们会认为你很软弱 会对你失去信心 所以你必须得装 必须得在被拒绝的时候 还能表现出你很开心 哪怕你内心感觉是要死了 这就是苦楚 那既然这么痛苦 为什么这些创始人还要创业呢 马克认为 实际上对于大多数的创业者来说 考虑到平衡的风险 那一个理性的选择应该是 如果他们有一份在大公司的工作 平均来说 他们可能会在财务上更为成功 但是有些人就是有一种非理性的需求 他们就是要自己去做一些新的事情 为自己去创造一些东西 有的人甚至就是不能容忍有老板 有一件事就很有意思 就是你如何去背调一个创始人呢 通常当你要雇佣某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能会打电话去问问他的前老板 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好员工 但是如果你现在想去做乔布斯的背调 你就会发现结果就是 天哪他太可怕了 他是一个糟糕的员工 他从来不做我们想让他做的事 那背调一个创始人的理想情况 应该是什么样 应该是他的前任老板说 我想去为那个人工作 虽然他在我这里为我工作过 但是现在我想为他工作 可惜大多数的人不会这么说 他们的自尊心无法承受 但是理想情况的确就是这样 马克认为另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人说 他想开一家公司 然后他们会在开公司的过程中 去想某个创业的想法 但是一般来说 这类人不如那种先有想法 然后意识到 有机会了自己去建一家公司 然后他们就变成了做这件事情 最合适的人选的那一类人 这里的想法是指对具体产品的想法 而不是一个长期的愿景 因为在最初的五年里 你不需要愿景 你只需要创建人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想办法卖给他们就行了 第一个产品必须是有用的 首先它在理论上是能够实现的 其次它必须是真正符合市场 是客户心里想要的东西 另外就是人们必须想要付钱 就像是有人要付账单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搞清楚如何定价 以及你是否真的能够赚到钱 这样就更容易的去预测 成功永远无法预测 但是如果你先有一个好想法 再去创办公司 那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预测 马克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在做网警之前 就先做了MOSAC浏览器 谷歌的创始人 也是在斯坦福工作的时候 就做了谷歌的搜索引擎 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像Ebay的创始人皮尔奥米迪亚 他在离职前就已经让Ebay运转起来了 所以说一份带着已经验证过的 概念的融资计划 肯定要比那种30页都在描述 一个梦想的计划书 更容易的融到钱 我们有一个概念叫创意迷宫 IdealMaze 是Coinbase的CTO巴拉吉 斯里尼瓦桑提出来的 说的是关于一个谬误 这个谬误指的是创意会像魔法一样闪现 但是现实情况是 创始人之所以能够得到巨大的成功 是因为创始人在创办公司之前 就已经思考了5到10年 他们通常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在研究了 甚至是在小孩的时候就已经在做实验了 在真的能够做成这件事之前的那些时间里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训练 所以他们就是真正的领域专家 但是大家就是很容易相信谬误 认为可以做到 哇哦 我恰好在洗澡的时候有了这个想法 所以我就在做这件事了 但事实通常不是这样的 洗澡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产品实施细节的灵感 但是通常你会花上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时间 去思考相关的一切 我们之所以称这个叫创意迷宫 是因为针对于任何的想法都像是一个迷宫一样 有很多的路径各种的排列组合 比如说关于用户是谁 产品长什么样 应该怎么样把它推向市场等等 这些事有各种各样的可能的组合 所以说真正聪明的创始人 在出去融资的时候 已经考虑了所有这些情况 针对于每一种的可能性 他们都有一个详细的答案 因为他们已经花了很多的心思在上面 那些比较随意的创始人 就没有考虑过这些 那结果当然是考虑周全的人 更容易的做好 如果你现在有一份轻松的工作 或者是幸福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现在该不该去创业呢 最好的理由就是你不能忍受不做 这件事就像是 如果你是被建议去做的 你可能就不该去做 可能恰恰相反 你只是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你必须这样做 我必须这么做 别无选择 但是创业会带来很多的痛苦 甚至让你失去某种社会关系 破坏你和爱人的关系等等 从而让你陷入社交隧道 你可以在推特上玩个游戏 去说点关于工作 生活平衡的骚话 比如说人们应该努力工作 然后你就会惹火每一个人 但是事实上是 所有成功的创始人 每周工作80小时 他们的工作呢 就像是他们与同事之间建立的各种非常牢固的社会纽带 他们往往会失去很多外界的朋友 或者是把那些友谊冰封起来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创始人来说 这就是创业的本质 这种交换呢 是值得的 年轻创始人的优势 可能是他们拥有的更少 比如说还没有结婚 或者是还没有孩子 那这事呢 当然就更容易忍受了 当然了 年纪大的人也能做创始人 许多最成功的创始人 都是第二次 第三次 甚至第四次创业 在他们30多岁 40多岁 50多岁的时候 而作为一个大龄创始人的好处 就是你知道的更多 你对要做的事情呢 了解的也更多 这非常有帮助 问题是呢 现在你已经有了配偶 家庭和孩子 你必须去看棒球比赛 但是你又不能去 所以说生活充满了艰难的选择 以上就是马克安德森 关于AI创始人背调 和一些创业的看法 不知道对大家 有没有一丝启发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好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